大家好 這段是要說明 連續合輯的那種影片 全部轉成NKV容器 圖文教學網址 就是說這個頁面貼在YouTube的 註解第一個連結 點一下就到這個頁面 因為有一些圖片文字要參考 還有連結要點擊 那這一篇主要是 上一篇 就是說 教你將其他的 影片容器 轉成NKV 容器的一個補充 那這一段主要是那種連續合輯的 影片 全部轉成NKV容器 那由於這個NKV2O NIX 他沒有P量的處理 那關於這個 這種東西啊 也很難搞那個P量處理啊 那個感覺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這樣弄 沒有辦法弄那個P量處理 那所以說連續合輯的那種影片 要一個一個的 做轉換 一個一個的處理 這樣子 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那這個是那個FLV 那個 Adobe Flash的那個 容器格式 那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了 現在是NP4跟NKV 這兩種比較多 普遍都是這兩種格式 那NP4是 有看過我那個 影音轉檔的這個 相關的教學 就知道NP4是屬於內嵌式字幕在用的 那NKV是多軌道 在用的 這兩種 容器的用途是不一樣的 我在這裡面的 那個教學都有講過 好那個是有區分 那個NP4跟NKV的 那個容器的用途 它的用法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一樣就參考一下前面這幾篇 就是那個合計整理 好 那在這中間 我又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 簡體 這是我後來去注意到 原來 就是說上一篇 大家看一下上一篇 有沒有 這個是屬於簡體的 那我後來想到可以用 Converter Z802把它轉成繁體中文 就是說 如果影片是從 那個一些資源網站下載 然後用那個 壓縮工具解壓後 然後它那個是 簡中 簡體中文 那你可以使用 Converter Z802把它轉成繁體中文 像這樣子 轉成繁體中文 繁體中文 那這怎麼弄呢 資料夾名稱或檔案名稱 轉成繁體 請參考一下這一篇 這是我另外key的一篇 就這裡 簡體資料夾名稱 簡體檔案名稱 轉成unicode 萬國碼的繁體 就參考一下 這篇教學 好 那操作步驟 這邊注意一下 我這邊的說明 由於處理的檔案很多 所以你要保持耐心 那還有一個你的精神狀況要好 才可以 才行 不然你很容易弄錯 這段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你的精神狀況 比較差 就是說你可能 那個比較長的時間沒有睡覺 那你就不要用了 那等到 你睡起來再弄會比較好 這樣會比較清楚 因為處理的檔案非常的多 這樣子 很容易出錯啊 因為有那個 我在轉換的時候我自己就有這種感覺 就是 他的步驟是很簡單啦 就是單純只是換容器而已 但是由於他的要處理的檔案 其實也只有40個檔喔 這樣就很多了 然後就是在那邊 點來點去 按來按去 COVID來COVID過去嘛 就一直 中間就是 重複到 反正就是一直弄錯這樣子 很糟啊 好 那這個地方我後來想到一個處理的方式 就是 將資料夾用成兩個 AA跟BBB 那在這個影音轉檔裡面 不是 在這個減反轉換裡面有沒有 的這三篇裡面 這篇 批量轉換位 教大家 用AA跟BBB 這兩個 那為什麼要這樣弄呢 為什麼要這樣弄 就是避免犯錯嘛 避免弄錯啊 那AA放什麼 代轉換的影片 就是FLV 這一些或者是MP4 或者是RM RMVB那些的要轉換的 或者是什麼3GP那些的格式 那些的不是格式啊容器 影片容器 如果是連續的 像這樣子合輯 影片合輯連續的 那你弄一個AA跟BBB 把它區分出來那個資料夾 那BBB放什麼呢 放已經轉 成MKV容器這影片 就是轉換後的 把它放到BB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 要處理的 那個檔案很多 避免弄錯 就是防止去弄錯就對了 因為你 好 你用好的跟沒有 就是說代轉 沒有轉的跟轉好的放在一起 你的檔案 這個就是說這個 資料夾裡面 這個目錄裡面 它的檔案 會超多的 你這樣按的話很容易按錯 這樣子 好 好 那接下來就是 NKV2ONIX 一次處理5個左右 或10個左右 我這邊示範一下 你不要處理的太多啊 那這個NKV2ONIX GUI 在那個上一篇已經講過 就是這一篇講過 就是上一篇這一篇講過 講過 就是圖形者使用介面的那個 縮寫 有沒有這個載入進來 一個檔 就是 13好了 然後按一下 然後清空 然後換14 那這個地方 在上一篇有跟大家講過 更多選項要把它切成清單 才比較好檢視 這樣子 然後要將副檔名弄出來 那就參考一下上一篇 上一篇裡面的說明 然後14 15 16 17 18 19 20 到20 你就是這樣子弄到20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開始跑 跑完 那跑完的時候那個NKV跟 那個NKV有沒有跟FLV 它都會放在一起 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接下來是那個基本的操作 那這個 是要用那個 Ctrl那個鍵 那是 接下來要把轉好的 NKV龍七子影片移到BB 那我這邊再補一個連結喔 先停一下 就是說你從學校 畢業太久 然後那個文書的基本操作 你忘記了 你參考一下這裡面這個連結 這個 這一篇 文件 選取操作 教你使用快速鍵 全選 然後頭到尾 選取某段 或者是個別選取數個 那這邊使用那個個別選取數個 就是Ctrl鍵壓住 然後配合滑鼠左鍵 這個參考一下這一篇裡面的 圖文說明 這樣子 就是說你從學校畢業太久 你忘記了文件選取操作的話 參考一下這一篇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你已經處理好了 比如說 15 16 17 18 19 20 那這個地方檔案總管自己拉一下 一次處理5個這樣子 好然後Ctrl鍵壓住配合滑鼠左鍵 這5個 然後他會出現反藍色也就是所謂淺藍色 然後在滑鼠右鍵 減下 然後再移到那個BBB移動到那個BBB裡面 這樣子 有沒有 15 16 17 18 19 20 一次處理5個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就是我剛才講的 那個防止弄錯避免用錯因為要處理的東西 很多 這樣子 就是這樣操作然後就是慢慢用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 15 16到這裡 然後再接下來是21到25 或是21到30 每一次處理10個也可以 那 只要 是用影音轉檔 操作步驟都很多 因此需要 保持耐心 還有你的精神狀況一定要好 你才可以用下去 不然你會 經常弄錯在那裡重複 然後沒有扣好 或點錯按錯這樣子 那 如果 你有一段時間沒有睡覺 就是說長時間在那個電腦前面 你已經疲勞了 有頭昏昏 眼障障 鬧 盾這樣子 暈頭轉向 等等的那個狀況 就是精神狀況不好 我建議 你 建議大家 你直接關閉電腦 然後先去睡一下 然後等睡起來再弄 因為你的那個精神狀況不好的話 處理影音轉檔 那個很容易弄錯 因為影音轉檔它的操作步驟是非常的多的 每一個步驟接一個步驟再下一個步驟 你會去搞混搞亂 那你就是 已經有疲勞的狀況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關閉電腦然後去那個 睡覺 別搞 然後等到起來之後精神狀況比較好 再開始弄那個影音轉檔 這樣的話效率比較好 因為在疲勞的狀態下有沒有 會一直搞錯 這樣子 會一直弄錯 就 不好了 因為這個影音轉檔有的時候你中間有沒有 或者是會突然弄錯一集 那就 那就是不行了 因為像這種合集啊 他那個是一定要每集都要弄好 那這個狀況就是說你慢慢弄你不要急 影音轉檔就是 因為它的操作步驟非常多 你一定要慢慢弄 要保持耐心才可以 是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你的精神狀況要好 的狀況下才可以弄 要不然會一直弄錯弄不好 那你就先停下來 就不要弄 這樣子要不然你中間會有幾集去弄錯掉 會一直弄不好 這樣子 好那為什麼就是說我還是在強調一下 為什麼要用AA BBB這兩個 就是說 AAA 就是還沒有處理的 放到AA 那處理後的 你把它 移動 就是那個減下 從那個AA減下 然後把它貼到BBB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下載的影片是簡體中文 你可以 參考一下這一篇 這樣子把它轉成 繁體中文 目錄跟 就是說資料夾名稱跟檔案名稱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你從學校畢業太久 你忘記了那個文件選取操作 請參考一下這一篇裡面的教學 一個是全選 一個是選取某段 一個是個別選取數個 這三種 那這是最基本的 你要知道 好 那這段的說明就到這 就是說 就是說 就這樣子 那在這個YouTube 註解 點擊顯示完整資訊 裡面有 Dornail贊助連結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贊助 資金 給這個頻道 贊助Coco 給我這樣子 就是透過這個 贊助連結 裡面的Dornail網站 謝謝大家 就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這段視頻